名字 《戳脚翻字拳》 它是南拳北腿中 北腿的代表性的古老拳種 傳說是起源於宋代 他讲究这个眼字当头 打人先护脊 手势两扇蒙 全凭脚踢人 步步有脚落地戳钉 我叫张爱霞 1986年生于山东德州 小时候我身体比较弱 容易生病 我父亲就让我跟着他练武术 强身健体 考大学的时候 就凭借书的特长 考到了天津体育学院 毕业之后就来北京 是一名小学体育老师 从小练 虽然父亲教了我一些个 翻字拳的小短打小套路 感觉还是离传统武术有一点远 所以往前冲 腿再出去 插腿就照着对方的腿 斜踢 08年的时候我就找到了 武宾楼大师的迪传弟子 钟海明先生 第一次拜访 我把自己绘的拳先给他练一练 师傅看完了我练拳 他就给我练了一下 戳脚帆子的动作 腿法特别的戳钉的力度 很灵力的 满足了我对武术的一个想象 回来以后 脑子里边想着师傅练拳的那个过程 就是自己在家踢后腿 然后就去找师傅去看 有没有比上回有进步 戳脚帆子权是闭门拳中 动作舒展 但是不是大厂大开 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腿法 就是鸳鸯腿 起后腿 同时快速直摆上去 落地戳钉 不给对方时间 这样石农摆我 踏头往里面 对 腿是不用起的高 人家往下再招 起来吧 过去的武术 它是积极实战的主要体现 包括操练 军事操练 防守自卫 那都是通过拳脚的功夫 有寸腿 插腿 眼睛护着自己 往前冲撞 瓢打开 然后下面的脚寸腿 去踢对方 步步有脚 起腿的速度要快 力量要足 经历了时代的一个变签 讲这个计击方法 但是我呢 不提倡努力 能把这个招 我能用得出去 我能打得出去 我还能收得住 我点到位置 我不伤你 说明你的功夫 是到家的 不求圣人 但求圣己 不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